参加同学会的时候,我是人人艳羡的林夫人,过的是纸醉金迷的幸福生活,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婚姻名存实亡,老公早已出轨,小三控制公司,还有一个沉迷赌博的爹,算计着我的家产,我就是网上说的那种娇妻, 每天在微博上发表我和老公的一切,我们共度的每一个纪念日,每一个情人节,他送我的每一份礼物,每一句情话,每一次旅行,我们幸福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发在网上,热度不低,有人羡慕我,有个好家庭,有人嘲讽我出国, 杜金,只是为了嫁给一个男人,不过我不在乎,赵丽,每天都发微博炫耀,我有一个好老公,炫耀,我们的甜蜜相处,日常,渐渐的, 关注我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差不多有小三千人,我生日的那天早上,林成宇早早地把我叫醒一脸的愧疚,不好意思,宝贝, 我恐怕没法给你,过生日了,公司,临时决定,我去海南出差三天,现在就得走,我正睡眼朦胧,随口说了句,没关系,工作要紧,换来的是林成宇密密麻麻的亲吻, 柔软的唇,和昨夜生出的胡茶蹭在我脖梗上,让困意消散了很多,我笑着把它推开,你快点去洗漱吧,别迟到了, 林成宇点点头,好,接着床铺一清,浴室里传来嘻嘻啦啦的水声,我也揉了揉眼,想准备起来帮他收拾出差的行李箱,林成宇的手机叮当一声, 我打开一看,上面一条提示,订房成功的消息,就是今晚,不过不在海南,就在本城,据他公司不远的三星级酒店,他西装口袋里有一个硬核,我没忍住好奇心, 打开看了看,竟然是一个早就准备好的宝格丽的项链,我悄悄拍了照,又偷偷将东西原封不动地放了回去,假装睡觉,林成宇很快就从浴室出来,带着清新的剃须泡的味道, 吻了吻我的脸颊,笨拙的撒谎,保证着,等我出差回来,一定好好补偿你。 他走了之后,我爬起来,化了一个很漂亮的妆,想着他这个时候,一定在酒店,偷偷准备惊喜,就忍不住偷笑着发了个微博,谁家好人假借出差,偷偷订酒店,准备惊喜啊,今晚要是收不到礼物,是不是可以离婚了? 很快微博上就收到了很多评论,是惊喜还是惊吓就不一定了,博主还是注意一下自己老公的行踪。 坐等楼主翻车,记得准时更新离婚动态。 我关了手机,哼着歌打扫卫生,我并没有在意他们的评论,因为我知道,我想要的马上就能到手了。 这时候,门铃声忽然响了起来,我还以为凌晨雨忘了什么东西,急匆匆跑过去,门一开,外面一个醉醺醺醺的酒鬼,她打着阁醺醺醺醺看着我。 我的好闺女,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站在门口,如坠冰叫,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天堂和地狱,只有一墙之隔,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她黑黑一笑,露出两台大黄崖,你以为删了我的联系方式,就能躲开,我了,我告诉你,你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能找到你。 我堵在门口,死死抓住门框,身体不停颤抖着,千言万语堵在猴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徐川望那双三角眼里闪着晶晶算计,我好歹是,你爸,还不能来看看女儿了,最近没钱了,你给我五万我就走。 她一把将我推开,大摇大摆走进来,刚脱好的地面,踩上了一连串的泥印子,那瞬间,我就明白了,它是我人生的一道污点,永远清除不掉的污点。 我身体颤抖着,血液从每一个毛孔上冲,快要挤抱这个皮囊,我没钱。 徐川望就是一个劳赌鬼,他这一生不是泡在酒缸里,就是在赌场,答应这一回, 还有下一回,像是个永远甜不饱的黑洞,他混不在意,你没钱,我那好女婿有钱吗,你不给我,我就坐在这儿等他回来,你猜林成宇知道了,你的真面目会不会跟你离婚,就五万块钱,换你一辈子,幸福,你不亏。 我尖叫着,你到底把我当女儿,还是提款机,除了钱,你还知道什么,我好不容易改名换姓,摆脱从前,你为什么又找上门来,毁了我一辈子,你才安心是不是? 徐川望脸色瞬间就变了,表情更阴毒,因为酗酒而常年颤抖地手解了好几下才把皮带解开, 朝着我身上打去,有你这么跟你爹说话的吗,没钱,没钱就把你妈那赔偿金给我交出来,皮带打在我身上的一瞬间,提开肉绽,浑身都是火辣辣的,比不过心口那阵被撕扯得顿疼,徐川望老了,打两下就开始喘粗气,双目星红, 只要你还姓徐,就是我徐川望的女儿,就得给老子钱 一道道皮鞭打下的红痕,像是激起了我的一身反骨,咬着牙骂,我跟我妈姓,你个绝种的老畜生 绝种这两个字是徐川望最见不得人的八,他这辈子总共生了两个女儿,我跟我姐姐,他总说,没给他们老徐家留下香火,是他这辈子的痛,我十五岁的时候,徐川望的小三怀了孕,他专门找人看过,说怀的是儿子,就兴冲冲地跟我妈离了婚, 我妈带着我和我姐,找个工厂打工,工资不高 除了我们的学杂费生活费之外,勉强能糊口,没了徐川望这个动辄打人的畜生 我们的日子虽然苦,但是很幸福,可惜好景不长,我妈有天晚上下了工,回家的时候,被醉酒飙车的富二代撞了工厂,可怜我们姐妹俩赔了一笔钱,富二代家里怕事情闹大不好看,也赔了一大笔,还有保险金 零零散散散凑在一起,竟然是笔不小的钱,徐川望立马就找来了,他情人生了,还真是个儿子 可惜不是他的徐川望找到我们假惺惺讲亲情,说道理想骗把赔偿款和保险金骗走 骗不走又使劲打骂,逼迫我们交出来 那年,姐姐十八岁,和我死扛着挨了一顿又一顿揍,带着我搬了一次又一次家,也没能躲掉这个复古之居 果然,听到这句话后,徐川望脸都绿了,一脚踹在我身上,为一阵阵的静鸾,勉强团起,身体抗住一脚又一脚 徐川望,你这个贱人,女的就没一个好东西 跟你那个贱姐一样,我怎么生出你们这俩白眼狼,想独吞那笔钱,也不看你有没有这个命,再不把钱交出来,我送你下地,遇见你姐 眼泪滴在伤口上,使劲了眼水一般的刺痛,我终于支撑不住,开口求饶 别打了,别打了,我给,我给,只是我现在没有钱 徐川望气不打一处来,还敢耍我,你找死,是不是 我害怕地色缩着,我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我知道怎么弄到钱,一大笔 至少三百万,徐川望半信半疑,真的,没给我耍花招 我乖顺地垂着头,我怎么敢骗你,但是只要你听我的,我教你怎么弄到这笔钱 但是,你不能留在这里,要是林承宇知道我是你女儿,她会立马跟我离婚,你一毛钱都拿不到 徐川望打量我半天,不知道在想什么,忽然笑道 你放心吧,乖女儿,只要我拿到这笔钱,我一定走得远远的,再也不找你麻烦 我告诉她不着急,这事得慢慢来,徐川望不信,不过为了这么大一笔钱,她还是愿意再等等 只是临走的时候,还不忘威胁我,我再放过你最后一次,再敢骗我,我要你的命 我盯着她摇摇晃晃离去的背影,松了一口气 徐川望,是我放过你最后一次 那天我在客厅里坐了很久很久,久到慢慢适应了身上的疼痛 晚上的时候,林承宇发来一次信息 老婆,我已经到海南了,可能得两三天才能回去等出差回来,一定好好补偿你,爱你摸摸的 我用这样的借口换了三天,这三天里我停止更新了微博 最后那条说老公偷偷给我准备了惊喜的微博居然小伙了一把 这几天,越来越多的人找上来,问我什么时候离婚 希望可以现场直播,我抽空回复了一条评论 我老公只是最近工作忙,有时候忙的饭都忘了,吃 作为一个优秀的老婆,怎么能让她再操心什么生日呢 希望大家别这么大的恶意 丝毫不理会这条评论下,引起的轩然大波 林承宇最近确实忙,就算她出差回来后,我们也没见两面 也得亏如此,她才没有发现我身上纵横交错的伤痕 省了我边借口骗她,我准备了便当亲自给她带到了医院 接待我的是她的秘书,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叫萧红 和我这种家庭主妇不同 她眉眼妖娆,很性感,黑丝包裹着的一双腿,又长又直 从头发丝到高跟鞋都很精致,只是她身上的饰品都很名贵 动辄几万,不是这点工资能消费得起的 萧红脸上带着职业化的笑容 林医生正在开会,您先稍等一下 然后就把我一个人丢在了办公室里 林承宇知道了,我来了,兴冲冲地跑来 和我一通撒娇 老婆,你怎么还亲自来了,我吃外卖就行 我将便当打开,放在她桌上,笑容浅浅 外卖重油重辣,还是自己做得健康 林承宇笑着点点头,狼吞虎咽扒拉了两口 用一贯的承诺安抚我 还是老婆,你对我好,等我忙完这段时间 就给你买香奶奶家新出的那款包 她一顿,又有些为难,两点我还有一台手术 我明白,这是赶我走了,也从善如流站起 我下午刚好要出去做个头发 晚上参加朋友聚会,可能要晚点才能回家 林承宇立刻站起,送我离开 我的卡都在你那里 你不要舍不得花钱,多买两身好看衣服 到时候惊艳他们 没送两步,她的秘书找上来 说有个患者情况不是很好,让她过去看看 我看着两个人离去的背影,又打开了微博 将刚刚偷偷拍下的林承宇吃饭的相片传上去 配了段文字发送,给亲亲老公带的亲手做的便当 老公工作辛苦了 照片的角落里,秘书百般无聊地站着脖子上 戴着一条宝格力的项链 翠绿的孔雀石和钻紧挨着 带着几分诱惑和危险 果不其然,照片一发出 我的微博就已经炸锅了 评论以秒为单位增长着 姐姐,你擦亮双眼吧 离婚家 头上都绿成大草原了,她还不知道呢 我笑了笑,关了手机,走出医院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金属过敏 那条项链从来不可能是送我的 而且她一个男人 什么时候关注起了哪个品牌 又出了什么新包 我是不聪明 但不是,纯,我去找了徐春旺 他住在一个灯光昏暗的出租屋里 满屋的臭气 不过他今天倒是没喝酒 难得地清醒 徐春旺给我倒了杯水和零食水果 我还以为你耍我呢 正要联系你 没想到你真来了 我没动那杯水 也没动屋里的任何东西 只孤高地站在那里 声音冷淡 你要是敢联系我 这三百万可就打水漂了 徐春旺这辈子 没对我如此和颜悦色过 甚至主动和我撇清了关系 一脸调媚 不联系不联系 好闺女 不苏小姐 你说的能搞到大钱的法子 是什么 我看着他那张长满皱纹的脸 忽然觉得他有几分可怜 当然我也一样 我垂下眼 在他期待的眼神下 缓缓说出 林承宇的医院多年前出过一个医疗事故 害死了人 这件事谁都不知道 要是拿这件事去威胁他最少能拿到三百万 徐春旺 不愧是我女儿够狠 哈哈哈哈 自己老公都能出卖 我表情淡淡的 三百万对林承宇来说 不算什么 你拿了钱 赶紧跑 徐春旺还有些害怕 万一他报警说我敲诈 怎么办 我冷笑一声 他敢报警吗 他害死了人 要真是闹到警局 你敲诈能判几年 他可能会捞个死刑 林承宇现在可是事业上升期 三百万对他不过九牛一毛 你觉得他会为了这点 钱自毁虔诚吗 徐春旺眼珠子转了转 忽然笑了起来 还是你聪明 不枉费你姐姐当初死活 非要送你出国 读大学 好闺女 等我赚了钱 我这辈子都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我双手紧紧攥着 努力隐藏着胸中的杀意 区区三百万 就能解决一切困难 执 很执 徐春旺拿着水果刀切水果 发黑的指甲 刺在了果肉上 汁水流了一桌子 他漫不经心地问 不过你可是他的老婆 我要是绑架了你 别说三百万 三千万 他也会给我吧 我咬牙平息着胸中的紧张 声音带着几分紧绷 你绑了我 别说三百万 就算是三毛钱 林承宇都不会给你 我是他老婆 不是他爱人 徐春旺一脸意外 你什么意思 我找出秘书萧红的照片 他出轨了 这才是他喜欢的女人 看见他脖子上那条项链了吗 五万多 林承宇送的 你想尽办法 想从我这里 拿五万块 人家随手就能送给秘书 徐春旺眼皮一动 心里已经开始打起了小算盘 我收回手机 随口警告了一下 我劝你还是别动他 这可是林承宇的小心肝好宝贝 万一真有个什么意外 小心兔子急了灯鹰 你什么都得不到 见徐春旺一脸可惜 我徐徐开口 不过吗 离开徐春旺的出租屋的时候 我心情很好 还去理发店做了个造型 去参加了晚上的朋友聚会 在外人眼里 林承宇真的是个很温柔的人 他长得好看 身材好 脾气更是万一挑一的好 工作也不错 更难得的是他很喜欢我 虽然是农村的 不过靠自己努力 在大城市站稳脚跟也不容易 朋友聚会的时候 提起他也能给我赚不少面子 在朋友三三两两彼此吹嘘的时候 许瑶最眼朦胧看着我 笑容有些讽刺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你看苏语 别看上学的时候 没什么本事 倒是找了个好老公 这辈子都不用努力了 哪像我 每月拼死拼活的干 才赚万把块钱 我快羡慕死了 饭桌上 有人符合 就是 你看小雨现在 又温柔又漂亮 果然是爱情的滋润啊 还是嫁对了人啊 许瑶冷笑着 可不是吗 毕竟是自己手段 用尽才抢到的男人 能不好吗 房间里 气氛忽然冷了许多 有人小心地推了推他 许瑶 你喝多了 不要胡说 我笑容淡淡 不甚在意 你现在都是大律师了 我才羡慕你呢 许瑶拖着长长的音 哦 忽然想起什么 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名片 重重拍在了我的手里 笑容意味深长 你要是有需要 随时来找我 我可是我们律所最好的离婚律师 咱们同学一场给你打八折 我垂头看了眼手里的名片 施了神 在一排小字里 一下子看到了 加粗加黑的离婚两字 狠狠地扎着我的眼 忽然有人推了推我 叫刘东 苏宇你没事吧 刘东带着几分尴尬 许瑶她喝醉了 没什么意思 你别在意 你和你老公这么恩爱 怎么也走不到离婚这一步 那名片 她说着朝着我伸出手来 想拿走那张名片 我眼皮一动 恍然回了神 说没事 将名片随手塞到了包里 避开了她的触碰 刘东笑容 有几分尴尬 不过我也没有想到 你会这么小就结婚了 我也没想到 可笑上学的时候 我一门心思想 读书 想出人头地 没有谈恋爱的心思 后来我出国留学 回来时 也没大展拳脚 反而是做了一个家庭主妇 酒过三巡 饭桌上 已经空了大半 许瑶她们去了洗手间 醒酒 过了会儿 我也站起身 找借口去了洗手间 洗手间内 许瑶标志性的 间隙声音传来 嫁得好 当然是嫁得好 嫁给了自己的亲姐夫 能不好吗 洗手间里炸了锅 真的假的 看不出来呀 苏语文文静静的 还能干得出这种事呢 许瑶声音里带着不屑 知人知面不知心 她干得阿渣是多了 她在家里面 她姐才死一个月 转头就嫁给了自己姐夫 见过一个 有人带着疑惑问 我怎么不知道 苏语还有个姐姐呀 她不是独生女吗 许瑶醉醺醺醺的 她瞒得还挺好的 别说你们不知道 林承宇估计都不知道 她有一个姐姐 还有一个独鬼爹 原来姓徐 后来改名换姓 摇身一变成了自己姐夫的女人 刚开始那些羡慕声音 逐渐变得尖酸刻薄起来 跟自己姐姐抢男人 可真不要脸啊 许瑶声音更尖 何止啊 她姐姐把她送往外地上学 这么多年 她就没回去 看过她姐一次 就连她姐生病住院 也没露过面 就这还好意思 整天在朋友圈发自己老公多好 呸婊子一个 许瑶似乎打开了话匣子 再说她那老公 你们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吗 苏语她姐姐那时候 每天拼命打工 养活三个人 一个混账 只知道要钱的爹一个白眼狼去了国外 就没了消息 另一个拿着她的钱一路贿赂上去 才年纪轻轻当上了主任 结果 这俩人居然好了起来 洗手间里的笑声逐渐放肆起来 婊子配狗 天长地久啊 洗手间里面的几个人聊八卦 聊得越来越开心 声音也越发地大了起来 在一阵阵狂笑声中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笑声乍停 洗手间里面寂静了一瞬 所有人的声音放在了我的身上 我看着那些人 脸上带着虚假的笑意 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洗手间里几个人脸色尴尬地找了借口 没什么 许瑶 我们就先回去了 慌忙散去 许瑶翻了个白眼 对着镜子 补妆 我沉吟了一下 试探着是好 阿瑶待会同学会结束了 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 他一脸烦闷将口红丢进包 难言脸上的厌恶 我可不敢跟某些人靠得太近了 万一有一天 雷劈在我身上 可怎么是好 说罢撞开我往外走去 我和他原本就是邻居 小时候关系不错 只是后来 他拉黑了我的所有联系方式 我通过各种方式 好不容易有了和他面对面的机会 怎么可能轻易放他走 我猛地跪在他的面前说 阿瑶求你帮帮我 许瑶是和我一起长大的 最好的闺蜜 高一的时候和我上同一所学校 后来我母亲去世 姐姐带着我搬家转学 躲避徐春旺的纠缠 我们也就此分别 但是每天晚上 我都会接到他的电话 说以后他上班了赚钱了 一定会帮我 说他以后会成为大律师 徐春旺再敢打我 就亲手把他送到监狱里 直到我出国留学四年前 我姐姐结婚时 我还在国外 因为流感的原因 没能回国 我姐姐也不允许我回国 他怕徐春旺找上我 继续吸我的血 早早地给我改了名 换了姓 让我出国 以后再也别回来 别跟任何人提起自己的家庭 他给了我一个新生 是许瑶 替我参加了婚礼 替我看着我 姐姐出嫁 许瑶给我传了婚礼上的视频 说你姐姐嫁给了一个好男人 是个医生 长得又帅 脾气又好 以后一定能幸幸福福地生活下去 你可以放心了 不到一年 许瑶带来了我姐姐跳楼自杀的消息 我第一次回了国 我第一次回了国 透过人流看到了悲痛欲绝的林成宇 我和许瑶最后一次联系 是我的婚礼 我邀请她当我的伴娘 电话里许瑶声音颤抖着 苏宇 你个畜生 你会遭报应的 咖啡馆里 许瑶见我很久没说话 满脸不耐烦 你找我干什么 说完赶紧走 我避开人群的视线 掀开了我的衣服 身上全是青红交加的可怕痕迹 拜我爹所赐 那些殴打的痕迹隔了几天后 更加明显了 错落印在我本就白的皮肤上 更显得可怕 许瑶愣了愣 嘴角带着几分嘲讽 你还真遭报应了 徐春旺又找你了 我点点头 硬挤出了几滴眼泪 他找我要钱 我不想给他 他就打了我一顿 许瑶声音尖锐 你那好老公那么有钱 随便给他几万不就打发了 钱不是问题 问题是徐春旺好像找到了什么 赚大钱的渠道 那天找到我说什么 以后他就有钱了 会有一大笔钱 我要是现在不给他钱的话 以后想八戒 他都八戒不上 阿瑶 你帮帮我 能不能帮我申请什么限制令 让他别靠近我 别靠近林成瑜 我担心 他惹上什么大麻烦 到时候连累我们 我抓着许瑶的手 哀求着 念在我们认识这么久的份上 你帮帮我 许瑶脸上的嘲讽更浓烈 苏语 林成瑜 该不会到现在还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吧 我垂着头 脸上带着几分羞愧 我怎么敢让他知道 他要是知道 我是他前妻的亲妹妹 一定会跟我离婚的 我不能没有他 话说的情真意切 几乎连我自己都要相信了 许瑶面色 冷淡 抽回了自己的手 站起身 准备离开 我帮不了你 忽然脚步一顿 他回头看着我 苏语 你费尽心机 抢到手了这么一个 二十四孝好老公 浑然不顾他是自己亲姐姐的男人 你真的不觉得恶心吗 说完扭头就走 好像巴布的和我撇清 所有关系 他怎么会帮不了我呢 他出现在这里 听我说这么多 已经是帮了我大忙了 林成瑜在所有人的眼中 都是万中无一的好男人 这些年 他的口碑越来越好 像是给自己度上了 一层不败金身 所有人都相信 林成瑜是个好人 好男友 好丈夫 经常会在朋友圈发我们的合照 给我准备惊喜 婚后的每一天 任谁看都是幸福美满的生活 只有我才知道这场婚姻下 隐藏着什么样的裂痕 林成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伸手擦掉刚才流的泪 拿出了包里那张名片 我当然和他走不到离婚这个地步 因为我要杀了他 林成瑜今天没加班 我和他难得有了独处的时间 他在厨房看着手机发呆的时候 我悄悄走到他的身后 搂着腰贴近他 林成瑜吓了一跳 猛地回过身将我推开 脸色大变 看清楚 是我后 猛地放下手机 急忙道歉 宝贝你吓我一跳 不好意思 弄疼你没有 我这不是看你一个人在厨房干活 想着来帮帮你吗 我没生气 倒是一直笑咪咪的 方才匆忙一天 我看到了是个陌生号码 给他发了一张宝格力项链的照片 我告诉徐春旺 林成瑜身边那个女人 知道他所有罪证 只有把他牵扯进来 才能让林成瑜相信 你手里有证据 徐春旺信了 很明显 林成瑜现在 也信了 林成瑜更慌乱了 将我往外推去 厨房哪是你能进的 快出去 待会饭 好了我叫你 我站在厨房外面 看着他盯着手机发呆 那张好看的脸上 清白不定 吃饭的时候 林成瑜也是时不时的诗神 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不知道在想什么 你在想什么 林成瑜脸上浅浅浮起 一丝有些敷衍的笑 没事 就是工作上 有些不顺利 宝贝 别担心 我点点点头不知可否 忽然提起 你前期的忌日 是不是在最近 林成瑜 猛地抬起头 一脸警惕地盯着我 你怎么忽然 提起这件事 没什么 就是最近总是心神不宁 老觉得什么人 在看着我一样 我在想 过几天 你去要不要祭奠他一下 林成瑜的视线 在我脸上巡视着 想要找到什么 你该不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才这么害怕吧 我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 笑容良薄 当然做了亏心事 我可是抢了他的老公啊 能不害怕吗 你呢 你亏心吗 林成瑜忽然避开我的视线 别胡说 你要是不安这几天 就出去旅旅游 我报销 至于 说着又顿了顿 脸上带着不加掩饰的嘲讽 我抽空 给他上炷香吧 林成瑜最近很少加班 在家的时候 也经常失神 变得惊魂未定 我知道是徐春旺 已经开始敲诈了 心情更好 去医院的次数 也更多了 有时候 给他带点便当 有时候 是甜品 饮料 在外人眼里 是想尽办法 哄他开心 有时候 会留下他的秘书 萧红一起 吃个饭 饭间 我不经意地提了一句 你之前戴的项链 很好看 最近怎么不见你戴了 萧红撅起嘴 摸了摸脖子 一脸的可惜 那条项链 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 你要是喜欢 可以让林主任买一条 林成瑜似乎没听见 筷子炖了顿 继续吃饭 眼神阴沉 我心情大好 没过几天 林成瑜忽然提起了一件事 前一段时间工作忙 没能帮你过生日 今天我们补回来吧 我说 好 林成瑜亲手布置了烛光晚餐 屋外暴雨如注 屋内烛光摇曳着暖黄色的光芒 林成瑜帮我倒好了红酒 举起酒杯说 虽然迟到了 但还要庆祝我的生日 我举起酒杯和他相碰 庆祝我的心声 我酒量很好 那天却不知道为什么 一杯酒下肚 有些晕眩 林成瑜将我抱到了床上 紧接着我 人事不知 手机刺耳的声音把我吵醒 是林成瑜的电话 电话那边的人 却很陌生 他十分着急 请问 是这手机主人的老婆吗 你老公出了车祸 现在正在医院做手术 请你立刻 我直接打断 我知道 我撞的 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 再次沉沉睡去 一觉醒来 已经是下午了 窗外暴雨 已经停了 今天是难得的好天 我心情很好的在客厅插花 布置 门忽然间被急促地敲响 我打开门 门外站着的是两个警察 请问是苏与苏小姐吗 我恰到好处地露出了一死惊慌 是我 请问你们是 对面那警察声音发沉 你老公林成瑜 因涉嫌杀人藏尸被捕 有些事情需要您作证 请您跟我们走一趟吧 我被警察 我被警察带到了停尸间 徐川望赤身裸体地躺在上面 身上盖了一层干净的白布 那张脸苍白失去了血色 竟然有了几分陌生警察问 这人你认识吗 我缓了很久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认识是我爸爸 林成瑜刹车失灵 受的伤很重 虽然已经交代了所有 不过现在仍在医院内 等待押送 我到的时候 他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温文儒雅 正在破口大骂 是那个女人 一定是那个女人 就是他联合徐川望 想要勒索我 还敢勒索我 他死有余辜 死有余辜 警察低声道 死者徐川望自称找到了 林成瑜意外 致人死亡的证据 向林成瑜勒索八百万 林成瑜从医院里 到了情话假杀了他 他原本给你下了安眠药 是想利用你制作不在场证明 却没想到在抛尸的路上车辆打滑 刹车失灵出了车祸 他的声音慢慢远去 我什么都听不到 只是透过门上的窗口 看着屋里发狂的林成瑜 许久警察拿了几张纸巾递给我 这时候我才发现我已经泪流满面 那警察嘴巴张张和和 另外他的情人也已经交代了 三年前林成瑜失手杀死了他的前妻 伪装成了跳楼自杀 并且利用情人做好了不在场证明 作为家属又不同意尸检 才躲避了警方侦查 并且我们也调查出了这几年林成瑜贪污的证据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我知道 这些事情我都知道 一直都知道 林成瑜害死了我姐姐之后 和萧红串了口供 给自己伪造了不在场证明 而后萧红利用这个把柄 不停地要挟他 不停地要挟他 让林成瑜帮他买包 买首饰 买车 买房子 林成瑜不过是个小小的主任 就算偶尔收几个小红包 哪里满足得了他这样大的胃口 所以只能偷偷挪用公款 十万 二十万 一百万 贪心永无止境 绷断林成瑜最后一根弦的是 徐春旺的八百万 我骗徐春旺他有钱 区区三百万对他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所以徐春旺狮子大开口 实际上别说三百万 三十万林成瑜都没有 那看似光鲜的生活下 早已满是跳蚤和窟窿 警方也从许瑶的口中证实了 徐春旺早有预谋 我就是彻头彻尾的受害者 一个可怜虫 我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 只知相夫教子的蠢女人 只知道守着老公过一辈子的娇妻 没有一个人怀疑到了我的头上 不过半天 我那所谓幸福的生活就已经天翻地覆 他们只担心我接受不了刺激 可他们怎么知道我姐姐死的那瞬间 我的生活已经天翻地覆 接下来的每一天 我都计划着 谋算着怎么样 让这一天早点到来 我问警察 我能不能和林成瑜单独说句话 他们考虑了会儿 给了我三分钟的时间 见我进门林成瑜一脸狼狈 小雨 小雨 你相信我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是萧红她算计我 是她算计我 我给了她这么多钱 她还不满足 还想勒索我 我等她情绪慢慢平复下来 冷淡地丢了一句 林成瑜 你下地狱给我姐赔罪吧 林成瑜愣了许久 才找回了声音 你解 你解释 我笑着靠近她 耳语了几句 林成瑜半天才回过神 脸上的肌肉跳动着 嘶吼着 是你算计我是不是 你个贱人 是你算计我 你个贱人 贱人她像是发了疯一样 想要从病床上跳下来 将我拆吞入腹 不愧是高材生 脑子反应就是快 警察很快就冲进来 将她按在床上 一针镇静记下去 林成瑜身体逐渐疲软 眼睛里的憎恨也慢慢消散 昏倒在床上 事情终疗 我抱着徐春望的骨灰 疲惫地坐在路边 生前那么讨厌的一个人 像是我跟我姐这辈子 也跃不过的大山 死后竟然这么轻 好像轻得根本不足为据 我抱着她 好像这是这么多年 我们妇女俩 贴得最近的一次 我问她 你知不知道 我姐姐为什么跳楼自杀 或者你知不知道 林成瑜为什么会失手杀了姐姐 自然是没有回应的 我喃喃自语 她是农村出来的 骨子里还是带着要生儿子 传宗接代的念头 我姐姐和她结了婚之后 一直没有怀孕 所以林成瑜带着她医院检查 你猜医生怎么说 我抬头看着 阳光很刺目 让眼睛开始模糊 医生说她怀孕流产的时候 年纪太小 子宫受损 可能再也怀不了孕了 林成瑜当然是大发雷霆 责骂姐姐骗了她 责骂姐姐害了她 丝毫没提及 为了她我姐姐付出过多少 大打出手之下 将姐姐从窗台推了出去 我举着手里 那四四方方一个破骨灰盒子 男男 你猜为什么姐姐会怀孕 会流产 徐春旺 就是因为你这种人 就是因为你这种畜生 畜生不如的东西 都是因为你 你怎么配当父亲 你怎么配当人 我母亲死后 姐姐第一时间 带着我改名唤姓 告诉我 阿宇 从今天开始 你就不是他们徐家的人了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我有一个妹妹 你也不要告诉别人 你有姐姐 你要重新开始 你要奔向你的心声 我将那骨灰盒 扔进了垃圾桶里 脚步不停地往前走去 笼罩着我的那片雨雾 终于消失了 我要奔向我的心声 不停地往前走去 散播 我可以说